这谢一凤呢 在第一次进行回应了 他说谢典玲是我家人 身为家人有亲情压力 但也不如同外界所说 是在为选举做双保险 他说两个人有不同的政治场域 交友关系 当然在政治上会有不同的选择 事实上前几天谢典玲 就有退党的想法 家人都劝过他 希望他能够深思熟虑 所以我也不知为什么 弟弟会选在今天深夜 宣布退党 有时候就是压力的决体点 每个人选择方向会不同 虽然感到惋惜 但身为家人 我们还是尊重他的决定 但是呢 根据来自中部地方人士的消息 说这个侯友宜呢 因为他最近因为重感冒嘛 所以取消了整个周末的行程 选举的行程也取消了好几天 但是他其实昨天私下 有到台中找了言清彪 那前两天也跟谢典玲 后面谈了 但是好像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不知道是不是谈崩来怎么样 本来还约要再继续谈 但接着看到就是谢典玲 突然就宣布退党了 那我先请教亮哥 那怎么看谢典玲的退党 这个他也不是开第一枪的人 第一枪是南投的一长何胜锋嘛 那谢典玲现在也退了 这对国民党来说的杀伤力 和后座力如何 我当然不会在这里就止住了 所以你觉得绝对会骨牌 因为谢典玲坦白讲 他们家族本来就是选议员 是没什么问题嘛 那选立委谢典玲那次也 就是那时候就是气氛不好才落选 那他姐姐就立刻选上了不是嘛 所以家族就国民党的地方势力 本来就有很多这样的家族嘛 所以并不是靠党吃饭的 我觉得他是预期到 未来他会接待郭台铭 那他不想有那种尴尬 所以干脆就先退了 那他也表达说 我事实上绝对不是侯友宜 民调掉下来我才决心退 我早就想退 那也许那个时候他就认为 郭台铭比侯友宜适合 我觉得他都是点到为止 都没有把话说破 就是大家留个情面 就是不要逼我把话说破 那当然他一定是认为 郭台铭比较适合嘛 当然是这意思 可是就不要把那个说破 那我觉得这样也不能够说 就是断然决绝的 跟国民党就毫无关系了 因为这次选举会很曲折 这个道路是光明的 应该说方向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我想很多人都这样的思维 也不是只有国民党内的人 还有不喜欢民进党的各式各样的人 你说有可能到选战的后期又走在一起了 不因为坦白讲 这三个人单独都选不上嘛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嘛 那我当然我也不会去反驳 说金普冲 他认为要让侯友宜冲个两个月 这个我也没有意见 我也认为有必要 那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嘛 可是你很快就会看到你的顶 你的顶就是你不会超过赖清德 现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去看各年龄层的支持度的分布 各县市的分布 知道这个结构是打不破的 这个很清楚 可是你作为一个党的操盘人 那当然你绝对有权利去从空看 所以我也不认为整合点会是 会是8月或9月啦 可能是10月或者更晚都有可能 对 可是我觉得谢迪林当然他看的比较远 就是他知道 他知道他有很多朋友在支持郭泰民嘛 那他也不想让自己不好做人 所以势必他就是会接待郭泰民 那当然也会包括郭泰民如果真的要发动联署 这个917之前 郭泰民也不可能到9170表才宣布参选 这样太奇怪了 因为你要酝酿一个事嘛 所以我估计郭泰民大概美国回来 8月中下旬就要宣布了啦 大概下旬 时间点差不多 差不多啦 美国回来嘛 那你也知道他去美国干嘛嘛 他要去兰德公司 就是要建基辛吉 就是要跟他们讨论台湾如何不变成乌克兰 他这议题拉得很高啦 对 坦白讲这个议题是重要议题 我觉得 包括郭泰民操盘的人都是 都是看准了 这次选战的最核心议题 然后要 要酝酿一些造势啦 那当然郭泰民现在还没有正式动 他民调就维持在15左右嘛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参选的底气啦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会变成一种 我觉得会有一个效应啦 就是会让 有地方派系底气的一些人啊 那你可能就会看到 开始在酝酿 就是郭泰民只要在台湾啊 可能就会开始窜 那是不是会真的连属也不知道 因为 因为郭泰民是这样啦 他也不会只向侯友谊伸手 他也会像柯文哲伸手 那现在就是在酝酿 谁先接了这个球嘛 那你现在看到的都是no 民众党也是no 事实上 目前采得很硬 郭泰民如果参选 你如果去看美丽岛民调 那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20到29岁有大量流向郭泰民 所以如果是四个人选 四个人选才会 四个人选 柯文哲20到29岁竟然输赖清德 你知道吗 美丽岛的民调 那如果三个人 就是被拉走了嘛 当然就是被郭泰民拉走了 那郭泰民 就是利用这些地方派系 那看能不能争取 国民党的传统票嘛 还有老年人的票嘛 因为 柯文哲最大问题就是老年人没票嘛 50岁以上 对 严重落后 那 因为郭泰民还没有去try try说 我那个地方组织如果有人帮我抄 到底可以连到多大 那 这个当然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局我看起来是 三个人都想登山啊 那也没有退的 至少到十月之前也找不到退的余地了 因为两个人都是各有政党的代表 那侯友宜是背负了部分区区立委 他必须当母鸡啊 所以他一定要往上冲啊 那柯文哲也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两个人恐怕都要冲到十月吧 我的估计啦 那郭泰民因为九月十七联署有45天嘛 嗯 联署也不一定要交哦 你要知道 他这样联署就知道自己联署了多少份嘛 因为联署本身就是造势啊 对 那坦白说啦 他可能会喊联署500万 听阿平 我知道口号都出来了 他自己会知道联署了多少嘛 那那个就是他去跟人家谈的筹码 所以我觉得这个局 这个局恐怕要到九月十月才会更明朗啦 那 现在我知道国民党的小鸡很难做人啊 可是 大家就姑且让侯友宜有个机会去充斥一下吧 所以 八月还是大家安静一点啦 让他去充嘛 所以 亮哥地方整合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 当然啦 现在看来 当然是这样 那个中台湾 事实上这个氛围是整个散开的 事实上包括你刚刚讲南投议长 那彪哥 然后谢田林 那据我了解 事实上还不止啦 还有小傅耶 傅宽奇 周典论 还有啦还有啦 还没有完啦 张荣未尚搞定了吗 没有 没有搞定 当然没有搞定啦 怎么可能这样就搞定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而且 在大家都动的情况之下 搞不好 有一些人也会 让自己的一些力量 私底下去动啊 比如说 新竹苗栗 也有一些地方示例啊 他自己可能不好动啊 下面的人你就很难讲 很多人在看谢典玲的退党 其实就是要立拱郭台铭选总统 那当然呢 有很多人分析说 谢典玲会有这么样的挺郭大动作 其实呢 也是跟谢家未来的布局有关 好那主要是他的姐姐呢 谢一凤呢 有可能会接班参选彰化县长 那党内也普遍的看好他 那么如此一来呢 很多人说这个行政权 如果由谢一凤给拿下的话 那么弟弟谢典玲 就不可能在这个监督议会当中担任议长 甚至连议员都无法续任 这个解读是谢典玲心中这坎过不去 那当然这个谢一凤在昨天第一时间也出来讲了 他说我们绝对不是两棉牙保 绝对不是买双保险 但是绿营当然不会这么看 绿营也一定会这么打 比如说吴英宁就说话了嘛 他说这就是在做双保险 要确保他们家族派系的利益 不过回过头来看 谢典玲的退长出走 侯伴这边直接就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讲说 如今谢典玲自行退党 对国民党来说也算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过去挺过的立场明显 与其剪不断理还乱 常常被拿来做文章 倒不如现在退了 也好啦 小心 对退了就退了吧 那据说还有一些人要退 那就是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看 如果有一对男女朋友 然后这个男生 他早就已经 心不在了 喜欢上其他女孩子了 然后但他之前都一直不讲 可是女生也知道 那女生就觉得说 既然你没讲 那我们也交往这么久了 他就继续好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有一天男生也直接告诉这个女生说 我已经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生了 那请问你是这个原配好了 你是本来的正宫好了 那你还要强留嘛 不用了嘛 对不对 你就放他自由 所以我刚才会唱那一句成全嘛 就是就成全他们吧 就成全他们 因为我不觉得谢典玲这样子的做法 对郭台铭有加分 我不觉得 我也不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会影响到 侯友宜的民调 让他民调又变低 顶多你说呢 他本来可以很快速的上涨吗 但是可能力道减缓一点 但也不会变更低了 他的情况就是 目前正在孤低犯弹 甚至这样子很容易 会去催出对侯友宜的同情 我就会觉得说 你们干嘛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呢 那既然723都已经提名侯友宜 到底现在是怎样 可不可以把你的心力跟时间 转往去监督民进党了 然后甚至会让大家开始质疑 就郭台铭过去他所说的 中华民国派 所说的下降民进党 政党轮替 以及他推的这些政策跟理念 所以我认为 就包含到现在 如果要支持郭台铭 觉得他的政策很好 我觉得有道理 你觉得希望他跟国民党一起 并肩作战有道理 你希望他接下来有机会可以回来 那变成是完成他5月17号的承诺 大家共同一起进行一次再演的这个政党轮替 这都是对的 他到目前为止 他确实也还没有说要联署 或是11月22号登记参选 但是但是当你去立 你直接说我要立庭他选总统 或者是你为了要挺他选总统 跟国民党分裂 而退党的时候 那个是非常清楚的政治表态了 所以你就不会激起大家的同情 过去有一群人是同情郭台铭的 觉得说朱立伦没有弄好 5月17的这个征召过于草率 只要没有白纸黑字的初选 所以他们觉得说郭台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支持郭台铭 可是现在当谢连玲退选的时候 那有一些人他会重新觉得说 哎呀好了啦 这个那现在如果是要保送赖清德的话 那怎么会是我们这些非律支持者 大家共同能够接受的呢 所以我觉得就事论事是这样 郭台铭他确实有好的政策跟主张 可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 一起作战的话 这些主张他会变成是空的 他会变成是完全保送赖清德 那在郭台铭常说这个 我们要民意大于党意 我同意 那民意是什么 民意是政党轮题 民意是下架民进党 民意是不让赖清德当选 因为你看到赖清德的支持度 始终就只有3乘5而已 另外的6乘5是反对他的 是不喜欢他的 是不支持他的 所以当我们站在6乘5的 这个区间里面的时候 我们很多事情可以谈 比方说那未来如果 国民党能够顺利在这个执政的话 那有没有哪一些重要的工作 是郭台铭他有能力去发挥的 我觉得这都应该去跟他谈 我们并不是说 因为这个郭台铭他现在 他在考虑他在犹豫 可能会联署 然后不知道会不会选等等 就把人家推出去 不是 我们是希望在这个6乘5的条件里面 大家可以共同的找到一条 彼此可以接受的出路 然后一起作战 一起政党轮替 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做法 变成是完全保送赖清德 那抱歉你就没有在这6乘5里面了 你就站到这3乘5里面了 所以我要问的是 谢点灵他的做法 是站在这6乘5里面吗 还是他去了这3乘5 民众自己会看自己会判断嘛 所以讲说正当性也好 那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们都尊重 但是我只在乎一件事 从头到尾 像以我来说 从头到尾我就跟波基一样 我国民党当然支持侯友谊 但是我理解很多人 没有非谁不同 对 可是没有非谁不同的前提是 想要看到政党轮替 所以你所有的所作所为 我们只要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你现在的做法是 能够多促成一点政党轮替的机会 跟可能 还是反过来做是在保送赖清德 就用这个界线去分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确实很多的网军 他会各种反串 假装挺韩 假装挺郭 假装挺口 假装挺磕 都有 但是最简单的检视基础 不管你是要检查 母鸡还是小鸡 或是任何人的行动 你只要看 这个人的做法 对于政党轮替 是加分还是扣分 你就很清楚可以判断了嘛 他有没有要保送赖清德 有要保送赖清德的人 就是那3乘5的 没有要保送赖清德的人 就算他的说法论述 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 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找到 共识空间跟可能 所以我会觉得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议长 或什么的退出 或怎么样的 那但是到11月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未可知 今年的总统大选 因为撒卡都就有比较复杂 而且其实不止啦 我认为现在的整个阶段是 7月23号处理党内 我觉得7月23号到8 就这一个月 全代会的前后处理党内 那包含是韩国瑜723的整合 他做了清楚的表态 包含是可能像现在有更清楚的党纪 正在规划当中 那这个是针对党内的部分 7月到8月处理党内 9月处理郭台铭 因为9月的时候 郭台铭就要很清楚的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联署 就知道了嘛 那你一旦联署之后 那大家就会开始去选边站 就是就很清楚说 那你觉得郭台铭这样的做法 好还是不好 大家就会做表态了 那过去可能就 我们希望他回来 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 可是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自己会去思考 那我就提出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 保送赖清德是一边 政党轮替是一边 大家自己判断 好 那但假如他最后想了想 他还是没有去登记 即便他现在就是一副要去登记 一副要去连锁 假如最后突然想通了还是没有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在整个泛兰的体系里面继续去努力嘛 不会放弃任何的一丝机会 促成政党轮替的可能跟空间嘛 好但 9月他就必须要面临要翻牌了 你不可能等到11月才翻牌 你9月会先翻第一次牌 翻了第一次牌之后 也不等于11月的牌就是定的 好比方说你今天联署了 可是11月你有可能没登记 也有可能有登记 我们不知道 可是9月你就要做初步的表态 如果有详选的话 那你就得去联署了 联署之后 民调的效应就可以开始看到了 就开始看到怎么分 然后刚刚杨敏讲的 这些铺牌会不会发生等等的 就那个时候很清楚的解释 然后11月是做整个非绿阵营 有没有要整合 就在那个时候讨论 不见得会成功 没有成功也不见得不会赢 但是他的顺序就是 7月到8月是党内 9月是郭台铭 11月 10月11月是整个非绿阵营 所以真正的选战 跟民进党的激烈攻防 我甚至觉得要到11月才会开党 好所以所有的小鸡就是 撑过这波乱流 你可以看到像比如说我也好 比如说我去打那个塔绿班什么 出坚果出征 王宏卫也好 然后游志斌也好 一个打了这个蒋结案的论文 一个打了IMB 跟这个潘梦安的论文 对 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 可是社会关注程度 目前降很低 那就是因为党内 还有这些纷纷扰扰 所以我觉得赶快把党内 就7月8月的争议结束掉 然后大家专心的转往监督民进党 那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让 侯友宜的民调 要再往上拉抬的方法 在深蓝的这一块 他期待的就是你要让日本人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不再是 那个几十年前被你欺负的那个国家 我想在很多的这个蓝军的心里面 对日本还是有一点的距离感 可是呢 对 就是对现在整体 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整个氛围 日本的这个外交关系是很重要的 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去 当然是很好的 尤其像小丽媛这个互动啊 对 让人觉得说 如果侯友宜可以跟小丽媛老师 都可以有这样的互动 那也应该去 许晓星脸书 问说你最近想要吃什么牌的坚果 我可以买给你 我最近对海霸王有点兴趣 对就是类似说 也想要买一些486的贴牌产品 对或是说 我说你侯友宜都可以去小丽媛老师的脸书留言 都可以去蔡英文的脸书去慰问 对 你要开始展现你的人设要改变的时候 你是不是该多一点温暖给自己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不要让自己人觉得 对 你就是只会在做这种关系上面 这样用这种方式 可是呢 当我们自己人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谁被出征的时候 谁被攻击的时候 你侯友宜根本都理都不理 对 然后难怪说你早就跟下面的人都不熟 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你要全面性的 你不可以针对性的 比如说今天 那个 因为他在日本有跟你碰的面 你还去跟他特别说 你送的这个酸痛药膏怎么样 在台湾呢 比如说 这个韩国瑜先生 如果今天他脸书有什么互动 你有没有办法在线上跟他做一些更多的互动 比如说朱立伦 比如说 这个国民党里面的各种人 你都要去感谢 比如说这个连胜文先生 他现在不断的帮侯友宜出气 你也要去跟他挺一下 加油打气一下 就是说 这整个 我觉得这个脉络 你不能说 因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外国的学者比较大 没有没有没有 在台湾也有很多学者 值得你去经营 所以 不要只读看这个什么 小令云老师 还特定去看你什么的 我觉得对小令云老师 他很单纯 就是说 当时他来台湾有去拜会你 你有跟他碰面 那当你到了日本 离貌性的 他也想要去看看说 你对日本人会讲什么 他在 我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观察 两 这个什么台日的 这个所谓的 互动 或说台湾政坛的发展 对 他会特别想要了解 台湾的这些 选总统的人 我相信哦 如果今天任何一位 这个政治人物 到日本去 我们台湾只要是 甚至如果赖心得要去日本 如果 柯文哲是已经去过 我相信他们 他都会有兴趣去听听 他对台日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相信这个是小令云老师 他就是从一个所谓的 政治研究 政治观察的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 好 不要以为自己 挖到一个什么独家的 独门的 这个好友 没有 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表面 那个君子之家淡如水 但是更重要的是 现阶段 日本了不起 就是这三天的事情 回来台湾才是你真正的战场 好 那的确 因为这个 侯友宜这一次的日本行呢 当然目前还是现在进行式 我直接先请教巧心 因为刚刚杨明 已经直接点出来了 他说在这个战略的考量上 我是不是可以说 在战略考量某种 一定是加分 可是问题是 他似乎做的还不够多 他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 就是说因为侯友宜 他的这个背景 我们看一个人 要从他的背景来看 他是警察出身的 在公务员的体系里面 往上爬的 所以确实他很多的作风 作派真的比较保守 那在这个现今的 这个社群时代里面 那难免会有一点跟不上 或者是说他会有一点点 瞻前顾后想太多 那这个部分呢 我其实也跟他们团队内部 传达过说真的不必要 团队内部的人也理解 但是他自己是公务人员 这个个性他感觉呢 还没有那么放得开 但是随着选担过程当中 他慢慢一定也会理解到 如果你不放开的话 那你这个仗很难打 所以我一直都是用善意的 善意的建议说放开一点 有什么想讲的 有什么想说的 就说出来 没有关系 甚至有的时候 你因为说了之后 有一些失误 或有一些冲突 其实在选战当中 谁没有冲突啊 没有冲突的选战 了无新意 也没有人想看 也没有人在乎 所以不要担心被对方打 也不要担心有冲突 也不要担心你做不好 你就是觉得哪边该做 该怎么做 就去做就对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访日 像就我知道 他们已经准备了好一阵子了 那这是他第一次的正式 就是说在被提名以后 出访的行程 那当然很重要 所以就连呢 他其实在假日的时候 本来有排了一些行程 那他因为生病 据我了解 他生病真的是蛮严重的 所以他一方面 在家里准备访日的行程 二方面也希望 到了日本的时候 是用最好的气色 跟日本的这些朋友们 可以见面 留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 这些我觉得都是对的 代表说他非常重视 这个访日的行程 那他的顺序是这样子 先访日再来访美 就是说美国他们的 以前叫亚太 现在叫印太的战略里面 他就从离我们 邻近的日本开始 再来到美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虽然他 过去被人家讲说 他的这个国际视野 可能是略显不足的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相关经验 可是国民党的团队 就是说 加入了国民党的元素之后 国民党长期在 虽然这几年 因为民党长期执政的关系 弱化很多 可是 基本的美日的框架的理解 跟人脉还是有的 所以 我知道的是 这帮他安排了 大概 一个月以上 就是安排 规划这些行程的时候 中间也受到一些阻力 就是那个 这很可爱 这件事情就是那个 因为柯文哲不是去访日吗 然后柯文哲访日的时候 就不小心就 也不是不小心的 他就有把说他见了谁 然后说了什么事情 讲出来 这个甚至成为 后来我们要去安排 访日的时候的一个困难点 因为日本人 日本方面就说 那你这样子你再来 你会不会 你们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怎么办 他们就有一点点 不太开心 但总之呢 还是 我只是强调说 这个沟通的过程 其实在 过去大家认识的侯友宜 或侯团队 可能做不到 但现在的侯友宜 跟侯团队 他可以基本的 就算是日本提出一些 你看那个柯文哲 讲了什么什么 那你们会不会 他能够去沟通之后 仍然能够安排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跟会谈 代表日本仍然是相当重视 国民党所提名的候候 候选人侯友宜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不见得说他做的多对 可是公务人员的性格 你要让他一时之间就放开 可能有点困难 他没有这么强的政治性格 但是呢也不宜托 虽然我刚刚都是说鼓励的 但是鼓励的同时 也要有给一点压力 也就就我知道 就是要等他从日本回来以后 会变成是他要亲上火线 直球对决各种议题 就你不能再躲在人家后面了 你不能什么东西 都是你的执行长出来帮你讲 不能什么东西 都让人家觉得说好像 这个没有执行长 那你就都不会了 不行 你一定要站在前线 要把话讲得很清楚 是那所以我就一直在鼓励说 比如吧 我们讲到最近这个 谢典玲的事情嘛 谢典玲呢 是他这个退党 那其实他说很遗憾 然后呢勇者无拒 但这种话 我坦白讲 听完之后就忘记了 你其实就可以用更坚定的口气 因为今天不是你对不起他 是他对不起大家 我坦白讲是这个样子 你做国民党的议长做这么久了 就算你很喜欢郭台铭 但你为了一个外人 背弃了我们自己人 其实多数的国民党人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做 就算没有很讨厌你 但也不会过于认同 你真的说在这个地方上很认同谢典玲的人 我觉得有限 可能顶多就说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嘛 我们尽可能把他拉回来嘛 这种是有的 基本上站不住脚的是泄电磊 对你说好支持他的做法 这种我目前我也没有听到 有人有这样的声音嘛 顶多就说尊重尊重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 态度强硬一点 对 好像是如果是我的话啦 如果是我昨天在Threads上面 我还贴了一个叫做呢 对啊 一个人的称称 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就是这样子嘛 你要把他演套多了 就是这样嘛 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啊 就我意思是说 如果侯友宜他就讲这句的话 那可能效果不一样 就大家比较容易会记得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从日本 日本当然就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 他不见得会对他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加分 但是至少我觉得做到不扣分 然后回到台湾的主战场之后 他要开始学着 在媒体曝光上面 然后新闻标题上面 要让大家感觉到满满的 侯友宜的存在感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亮哥我刚刚提到了 ET Today的民调 24.3是侯友宜的 那还有之前的TBS是25%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几份陆续出来的民调 他都大概有24%25%左右的话 侯友宜在往上的机会 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大大的增加很多吧 会吗 不你往上要嘛 就是抢到柯特票 不然就抢到赖的票嘛 对不对 那抢到柯特票 因为柯特票大部分都40岁以下 年轻票 其实他抢到的难度蛮高的 那要抢到赖的票 就是要打弊案 因为赖事实上这次的政见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 就是只有他主张台独嘛 那就是对台独有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的人 那群人不容易散啦 所以你要不要用其他的议题把它扯开啦 那这个就是侯友宜的问题啦 就是我觉得目前国民党的政党整合 大概有做到一定程度啦 但还不够吧 还不够的原因是因为郭要参选嘛 那你又不能阻止人家参选 对不对 而且据我的直觉的判断告诉我 金小刀的策略是要把郭压下去 所以未来两个月对郭应该就是 血淋淋的打法 因为我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了啦 就是很多已经在批锅的各方面的问题 有过笨 各方面的 包括大陆的企业啦 包括男女关系啦 包括过去的背信太多了 都集中在哪里 都集中在挺猴粉砖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口感是叙事待发 而且这也是金小刀的习惯的路数 就是我就先破你的局 看能不能把你压到10%以下 那就自动 你大概就放弃了这样 可是我认为不会成功 这个我跟郑元兄的判断是差不多的 我认为不会成功 压不下来那会不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才想跟你讲 这个就是你如果适得其反 就是郭还是去联署了嘛 而且我认为最可能宣布的时间就是823 为什么呢 因为郭你看他的走法 他去美国要去兰德公司 然后要去建基辛吉 他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 如何让台湾不要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就是战争与何必的议题嘛 那回来之后823他确定要去金门 那不就在那个现场讲出有历史意义的话 说让823 金门永远不要再面临战争 那他就顺势宣布参选 因为他8月8号有个新书发表会 那接下来是823嘛 宣布参选不会在新书发表会啦 一般人不会这样嘛 一般人会选择在一个比较有 历史意义的地方 那为什么是823呢 因为9月13号正式联署 刚好隔20天 时间也差不多 就是你宣布完 然后开始走客县市嘛 所以我的判断是这样嘛 那如果你在823之前就是 瓶瓶瓶瓶瓶瓶瓶打锅啦 我估计金小刀会这样做 那你们之间一定会留下怨恨嘛 那留下怨恨之后 锅跟猴怎么会有整合的空间呢 我看锅第一优先一定是找柯吧 那这个逻辑上会变成怎样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三个人拼 对 这种结构赖清德最乐见 叫433 那因为猴跟柯看起来就是说 我只要再强一点 搞不好有机会追过赖喔 对 因为相差不是很大嘛 对 对 可是这是一种幻觉啦 你们两个永远追不上 那你们就会不相上下 相持不下 对 最后赖就当选433嘛 可是如果是4222 就是说郭出来了 那在第一时间 大家就知道大家都完蛋了 对 会一起死 对 郭台平参选的最大的 第一个逻辑就是 大家同归于尽嘛 不然就来谈嘛 他立即产生这个效果 而且所有的选民 非绿选民 就会逼他们去谈 你觉得谈的机会大 大于死的机率 不是因为那个逻辑太清楚了 大家一定都死嘛 你努力也没用嘛 所以只会朝谈的方向 433你会有幻觉啦 你觉得我拼一下 搞不好有机会追上 那事实上你也追不上 那4222就是你绝对追不上 这个太明显 所以这只剩一条路了嘛 你要追上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要整合嘛 那整合 因为你也知道郭的 那个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嘛 让大哥先做四年好不好 郭一定会这样讲话嘛 四年要四年 对他讲了两次 所以大家就要来谈条件 我为什么要让你先当四年 对 所以就各种条件就会出来嘛 副手只是其中之一啦 内阁一定也是嘛 选举经费的支柱啦 搞不好还有一个 你只当一届 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让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一定是慢慢戳戳戳 就开始戳出一个盘出来 那可是因为金小刀 打锅的几率蛮高的 民众党实际上不一定会打锅 不一定喔 他只是在闪他 他在躲 他在躲而已 他没有要打他 所以你就会造成一种怨恨 那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会出现 就是谁跟谁先合啊 就弃保另外那个 你知道我意思 对 就是说BCD啊 赖青头是A嘛 BCD只要B加C 或B加D啦 或C加D 一方一定会被弃 就被弃嘛 那不太容易弃得干净喔 对 这个就是赖委员讲的 不是那个 我们郑元兄讲的 就是 就是 除非你能够让赖往下掉 掉到低标啦 低标就是38啦 那你这样才有机会当选 因为你不会气得很干净 所以你一定要打币案 一定要打赖本人啊 打他甩不开的东西啦 不然赖也有可能冲到42以上 那你就是整个也没用 就很难喔 因为气不干净嘛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问题啦 就是 你现在已经碰到了嘛 那气跑你侯友余至少也有10%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可是 你这个时候先留下仇恨了 未来就会造成你整合的障碍 没错 就是这样 有智慧的人姓郭不姓金啦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 厉害在这里 柯侯郭三个人之间 最好不要留下怨恨 因为也会在粉丝心中留下 对啦 不只个人 因为你们未来是要合作的 那你留下怨恨好嘛 对不对 所以 恐怕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倒是听到说 侯友余从日本回来之后 第一个就是 他会开始努力的跟各区的小鸡啦 开始聚餐啦 对 听大家的意见 因为之前都说都没有请吃饭嘛 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听说他就要开始 在火线上跟民进党做对抗 或者做比较 那这里面我们就要看他的 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站到火线上 这个就考验他的口才啦 表达能力啦 攻击的力道啦 因为这样一定会上新闻 因为你是候选人 那第二个就是挖避案 就看你避案的那个挖的深度啦 对 这个 这个就是 比如说如果徐晓星讲的话 都可以变成侯友余嘴巴出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差很多啊 那他敢讲啊 对也要敢讲 因为我讲的话有时候会有争议啊 我这里就是我要引述的 我要引述的一个点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 我觉得他的个性 就是人太高意啦 客气喔 那他不习惯在火线上 持续的在争议跟冲突中 来做选战啦 因为他选两次新北市场 都不是这样选的 可是你现在是挑战者嘛 你就必须这样干 他等于是要改变风格 对 我举个例子啦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可以了解啦 比如说柯文哲到金门 他第一时间就说他主张盖金下大桥啊 对 这个多争议啊 是 那人家就问他说啊 说解放军如果从金下大桥 开过来打金门怎么办 那柯文哲就立刻说 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 我就把金下大桥炸掉 炸掉 人家都有回答啊 不是 柯文哲从来就不怕争议 对 可是你听柯文哲这样讲也没什么不对 因为他不认 他不认为解放军会过来嘛 所以金下大桥还是会盖起来 那金门人鼓掌啊 你会记得啊 比如说我就记得啊 对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 如鼠家珍把它重重述出来 柯文哲的同路人 这个就是人家会记得 对 我跟你讲好 我刚刚跟侯伟翰在一起 那侯伟翰他就跟我讲说 感觉侯友宜每一个政见都有提过啊 都有政策主张啊 可是没有人有印象啊 重点在这里嘛 就是你不是没有政策主张 我们说他8月9号要开那个 能源政策记者会 我估计也是四评八文都有提啦 可是你不会有印象啊 这个重点就在于他的阵营 必须要把政见主张转为文宣站啊 就你要去 在你的政见 你之所以会提政见一定是跟民进党不一样嘛 那不一样你就要转成文宣 去打民进党的弱点嘛 你一定要有这个过程啊 不过这个文宣啊 应该请亮哥去指导 你不要一直歪楼啦 我现在就在讲说 他讲的对啊 说侯友宜如果有巧心 因为这个就是巧心最厉害的能力 他立刻会去抓矛盾点 然后去攻击对方 那人家就会记得你 那他现在是 这个平铺直续这样 讲了我的政见 那你就觉得你已经讲完了 知道你没有讲完 我跟你讲选举到最后 一定是某一个文宣议题 政策议题 或者弊案议题 你打超过两个礼拜 人家才会记得 比如说我随便讲 宇昌案 打了40天 打了40天 还借着 借着输家前的农舍案 对 那个蔡英文后来只赢80万票 这当然是有用的嘛 怎么会没有用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 那个马英九的绿卡 民进党谢航廷打了两个月 对 没错 不然谢航廷那一年 根本就是遥遥落后 对 那最后至少激出了基本盘 41点多趴 就是这样 这样才有办法把你的人 号召出来 不过这种文宣 这个是真的要花点心思 当然也要动点脑筋 对 比如举个例子 侯友宇说回来要开能源记者会 能源政策记者会 他这一次日本 有个地方他就该去看 他去看日本 核能电厂重启的状况 他如果参观重启的状况回来 他就讲核能政策 这个不是更有那种画面感生动感 对不对 拍点照片回来 对 很多媒体的根记者跟得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宣传的设计 那如果说你只是那种平铺直序 就会刚才小鑫跟郑亮所讲的 你说你有讲过 我怎么不记得 我怎么没印象 对 那你说 你到底问问那些日本的工程师 哎呀这个福岛事件 以后你们停止发电 那你们经过重新的这个发电 那有没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 你们以前安全上的问题 你们顾虑解决了没有 这个对话就会很好宣传 对不对 那你以前被人认为说 你是反核四的 你要转就转得过来嘛 要不然的话 你那天讲 我主张核能多少核能多少 可能半天新闻就不见了 我知道就听过去而已 就这样就没了 很可惜 所以亮哥还有补充的 不就是要有画面感啊 要那个画面要存在人家的记忆中 印象中 那你才会持续的去想嘛 我跟你讲选举都是这样 要变成画面 就最终啊 不是爱你的人出来投票了 是恨对方恐惧对方的人 出来支持你啦 对 就知道说民进党在执政下去太恐怖了 我就想到我小孩要当兵要上战场 我会怕嘛 对不对 或者是我再这样 让你这样搞下去 搞到台湾到处都双标 我不能接受嘛 这是之类的 就总之要有一两句话 变成最后的Fu啦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选举到最后 他的本质实际上是情感带动的 情感带动 不会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你啦 这种只是少数啦 大部分都是 我不要让对方当选 我怕他当选 所以我要出来投给你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更多吉他 我去换下 台嬸生菌 你赞地板 嗯 就是